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来说说黄秋生的惊悚电影 香港第一凶宅 到底有多凶呢 一起来看电影 在一个小村庄 龙婆有一套祖传多年的老宅 一般这种宅子老值钱了 龙婆的宅子更是如此 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龙婆的祖宅 想要高价受购 但是人家龙婆就是不败 为了买下这块地 开发商是用尽各种手段 威胁,恐吓,洒狗血,挂狗头 但就在这些晚上 开发商的手下又来使坏的时候 却遇见了恐怖的事 电影杆子莫名其妙自己倒了下来 直接把一个龙套给戳死了 龙婆的二女儿二华 听到声音出来查看 吓得是哇哇大叫 哇哇哇 原来呢这个宅院是个凶宅 电影在这样的氛围中就开始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老一小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于是二华打断找自己的姐姐 翠花来帮忙 毕竟自己的姐夫阿辉 好歹是个警察 虽然呢他只是个水警 这段时间阿辉正在放假 正打算带着翠花出去旅行呢 也就在这个时候 翠花接到了二华的电话 姐呀你快回来吧 再不回来咱家就保不住了 翠花一听 祖宅要丢了 而且还闹出了人命 他立刻就坐不住了 不行赶紧回娘家 在阿辉的怨声载道中 两个人很快就回到了小山村 在祖宅门前 他们遇见一个风水先生西庄哥 西庄哥就说了 你家的风水不咋地啊 这可是个凶宅 虽然曾有高人做法挡住了煞气 但多年来 镇宅设施没有及时维护 煞气已经开始往外溢除了 七天之内你们必须赶紧搬走 不然呀都得领盒饭 你说这个风水先生出现的倒是挺素巧 不会是开发商请了托吧 翠花两人并没有当回事 又过了几天 开发商又拍了两个小楼乱 大晚上过来使坏 正好被阿辉碰个正着 阿辉本想教训一下他们 让他们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 但谁怎么想 根本不是对手啊 被人家一顿收拾 惨呀 两个小楼乱离开之后 阿辉在院子里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 阿辉就很好奇 就跑去查看 果然碰到一个小女孩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呀 问啥啥不说 阿辉也实在 二话不说 就把小女孩接到了自己屋里 可是就在阿辉和翠花讲话的功夫 小女孩就诡异的消失不见 嗯 着实诡异呀 另一边 二话正准备睡觉呢 也遇见了诡异的事 屋门不停使唤了 开来开去呀 第二天 翠花来到单位 我了个去 你这单位和老家离挺近呀 翠花的领导眼镜的时候就说了 你老家那边经常闹鬼 你一定要注意啊 不然啊 这年里还外 翠花根本就不相信 什么牛鬼蛇神 我可是社会好青年好吧 这天晚上 翠花又回老家了 和阿辉在屋里闲聊 阿辉就说了 最近小姨子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一整天怎么一句话都没说呢 翠花一停就不乐意了 什么意思 对我老妹这么伤心 是不是有坏心点 我可跟你说啊 兔子不吃窝边草 你要想使坏 我就咔嚓你 阿辉也有点郁闷呀 我就关心一下小姨子 有错吗 于是 他来到院子里散散心 看到一个奇怪的男人背对着他 也不止在干啥 仔细一看 我得个怪怪 什么牛鬼蛇神 紧接着他就被吓得灵魂出窍了 还和三个鬼打起了麻将 你说这能打赢什么 一直输啊 另一边 由于龙婆一直不打赢卖房 房间上开发商带着律师 找到龙婆 打算好好谈一谈 说够的事 翠花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房子多少钱都不卖 开发商刚想买干 阿辉就出现了 两眼一放电 把开发商吓得是当下一惊 灰溜溜溜的就逃了 此时呢 阿辉已经被鬼附身了 这天晚上 二花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听到门口有动静 还没等走到门前 他也被鬼附身了 阿辉和二花先后被鬼附身 状态明显不对了 经常守着翠花打情骂俏 还相互喂声 翠花就老不开心了 但也没办法 挡也挡不住啊 另一边 开发商眼看龙婆的祖宅 一直拿不下 就打算找人 让龙婆一家彻底顶何拍 但这明显不可能啊 这可是凶宅 使坏的时候遇上了鬼 直接领了何拍 开发商也跟着倒霉啊 也被鬼给祸祸了 眼睛叔发现 翠花最近一直不在状态 原来眼睛 翠花这段时间 经常收到莫名电话 拿起电话之后呢 另一边还不说话 眼睛叔叔就说了 那肯定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这有一副神奇眼镜 你戴上它 别管穿多后 一眼就看透 而且你戴上这副眼镜 还能看见鬼 翠花是半信半疑啊 到了晚上 他戴上眼镜一看 我得个怪怪 他果然看到阿辉和一个奇怪的小女孩 阿辉果然被鬼缠上了 翠花赶紧找到二华 想要叫二华一起拯救阿辉 但就在他转头的间隙 才发现二华也已经被鬼缠了 不过 不是戴上眼镜才能看见鬼吗 你眼镜呢 翠花是真有点怕了 找了个借口 趁机溜了 第二天 翠花又一次找到眼镜叔 却发现 之前遇见的风水先生 西装哥也在 原来呢 西装哥还是眼镜叔的 忘年好机友 翠花就说了 大师赶快救救我家人吧 我妹妹和老公都被鬼上身了 西装哥就说了 不用怕 你的妈妈龙婆也是有道行的 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代神婆 虽然现在有点老年痴呆 但是我可以让他原神出竅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晚上 眼镜叔带着家伙 来到了翠花的家 一阵扒了之后 整个龙婆是花枝乱颤呀 然后龙婆就清醒了 说出了事情的领向 这一切呀 都是你闹的呀 翠花 你还记得三年前吗 当时你和阿辉吵架 偷偷的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打掉了 你看见的这个小女孩 其实就是你闺女啊 她不能转世投胎 所以她是来报复的 大花和阿辉之所以被鬼上身 也是你闺女闹的 如果你想救他们 你必须亲自出手 寻求你闺女的原谅 我可以传你一招大手印 祝你一臂之力 之后故事就突然变得简单了 翠花经过自己闺女的生死考量 成功征服了自己的闺女 并取得了她的原谅 在闺女的帮助下 加上母亲亲传的大手印 她救回了阿辉和二华 故事呢就这样结束了 看了这部影片 我这样说 这哪是什么恐怖片啊 分明就是一部 特别有教育意义的 防堕胎公益片啊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